接下来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个范例的下载 这个范例呢 这个范例怎么下载 就是请你先打开Chrome 然后输入 输入10.2.26.139 然后冒号8080 然后请问这是不是文字档 文字档你可以直接用IE或者是Chrome来去开启 它不能下载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不能点它 你不能用左键点它 你必须要用右键另存 就是把这个档案呢 另存 另存到例如说自己的第一磁叠机里面 要用另存的方式存的 你不可以直接点它哦 你直接点它是不是就透过了什么方式 直接透过Chrome 现在这个画面其实是Chrome浏览器 点它它是不是直接 这边还是可以开 好 是不是放到下载里面 麻烦请把它复制 复制 贴到自己的第一磁叠机这里面 贴上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请问我们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以下来打开 你会发现这个档案哦 它是乱码 它是乱码 为什么它是乱码 我必须要让你了解 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络上的开放资料 这是 呃 卫福部 这是卫福部疾管署 公布的一个登革日 每日通报的结果 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2017年 这20年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好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档案是来自于哪里 网络上 对不对 网络上 好 网络的文件都是UTF-8 这个编码 你必须要记一下 网络上的文件都是用UTF-8 好 那我就先关掉 所以呢 我必须要先把这个档案 先转一下 转成什么 不是UTF-8 而是我们习惯用的 例如说AMSI 就是大5码 来点选这个 然后接下来开启档案 用记事本开 请问一下 你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 资料都是正常的 那你怎么把这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变成那个编码是可以在以照正常开启 看到内容的那种码 那我们就要先档案 另存新档了 先把这个档案先另存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编码 它原本预设因为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它是什么 UTF代取吧 请把它改成 例如说这个 UNICODE UNICODE 好 例如说我们改成ANSI好了 第一个ANSI 然后点选存档 然后取代它 只是把编码改掉而已 只是把编码改掉而已 好 然后点选 是 是的 好 这时候我们就关掉了 这时候 这个档案滑鼠右键 你开启档案用Excel打开 它就不会再次乱码了 这是我们要的结果吧 你如果说都是乱码 你怎么做分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透过记事本 把编码改掉 这个小技巧你一定要会 因为几乎所有网络上下载下来 不能用Excel做开启 这个是在整合的时候 我必须要让你们知道的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如果我今天我准备好一个Excel档案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我准备了一个 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文字档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 第一件是滑鼠右键 然后开启档案 你可以选择预设的程式 然后在这里面去找记事本 找到记事本之后呢 只要做什么事情 档案令存 把现在这个档案令存成 例如说 Ansi 就是不可以用那个编码模式是 UTF-8 因为那个只有浏览器看得懂 中文字哦 只有浏览器看得懂 数字英文不会变 就只有中文字会变乱嘛 然后接下来改成 Ansi之后存档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这个时候才可以用滑鼠右键 然后打开这个Excel档案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先修改 修改上网下载下一个这样子一个文字档 然后接下来 然后修改从UTF-8 -8的编码模式变成什么 Ansi 这样子我们以下才可以开启